体育VSPU新赛季该我上场 欢迎回来目前双方1比1打平 你刚刚在看回放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中路那一波冲的时候 其实太野真人复活没有给到中场下 他那个复活 是好像是给到了赵怀真 被队友吃到了 好像是的 然后最终是没有三条命 我看他就只死了一次 并没有死到两次 不过没关系 主上大亚上一局比赛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在整个A季 他们在前中期的处理上还是做得不错的 然后涛博的话 他们就需要加强一下前中期的处理 我觉得主要是涛博这里在 哪也为一个野核 拿到那么大优势的情况下 你一定得做事 不能把自己的强势 其实这么平白的让给对手 没关系 超级兵还有一个小名字 叫公本武装 是吧 来吧 开个玩笑 马上进入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看这局比赛 成都一双会 选择了蓝边 半赵怀真和露娜 沈梦系班了 大乔第一把就不来了 对大乔 大乔的话 后面有海月 有海月 有连波 套博可以选一首海月 许多人 先拿蓝 如果拿蓝的话 那一击就 后面会选择一个药 然后海月 这个电影 正常选的话 就是 一个老夫子 加一个周瑜 看来后面老夫子配什么 玩弄乾坤 周瑜 王大军已经过了 还被了周瑜 然后把这个悬念留在后面 到底是龙虎双边还是啥 那得一看 涛博后面 班位了 先选个泰 联波没有先拿 然后这里游走位 也直接不摇摆了 联波首先是要被班的 我感觉 AG后两个班位 可以考虑把联波和项羽全班 对 看后续涛博的处理 涛博在班位上 他们现在就是不知道 AG到底怎么拿 他到底是龙虎双边呢 还是老夫子 就是一个常规的老夫子 担前排呢 现在配老夫子的龙虎双边的话 是 对抗路要么是一个旅夫 要么是一个马超 要么是一个花木兰 对 如果是马超的话 就是配阿古朵 然后他先把阿古朵给搬了 那花木兰这个点的话 其他队用的比较多 AG我们就过一次 对 但是他不是 他当初上不是配老夫子的 大桥吧 好像是配了三大桥 他有老夫子 当时是伊安玩的花木兰 对对对 敌人杰 处理掉了 AG把联波给搬掉 那就是给了一个项羽 嗯 项羽有可能 AG自己会拿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是如果说老夫子这个点伊诺去玩 然后伊安就玩个项羽 嗯可以 你看常常套波这四手会不会抢 他把敌人杰搬掉了 敌人杰搬掉的话 直接一手李元芳 嗯 李元芳加太义 他是想把AG逼上龙虎双边 那这把选李元芳的话 那我觉得还不如选马可波罗斯 李拔山西 项羽 项羽拿掉了 嗯 你项羽不选李元芳 那AG就李元芳 嗯 好不我感觉他 他也有点怕自己选了李元芳 之后AG真的拿项羽 把项羽拿过去了 对 那这下李元芳放出来 AG直接拿了 李元芳加大桥 然后正常再选个药去打篮 常规单前排大桥 桥夫 单前排大桥的话 海悦平好发挥的 对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下入对线 打李元芳的话也还好 对 带个进化也不怕被你压 嗯 反正正常清线嘛 这阵容在红色方还是被 超伯被老黑这边做的挺舒服的 就是故意封大桥给你 然后向羽这个点 保射手清线探草拆水晶 然后向羽这个点的话 也是跟海悦用来拆解电梯的一个组合了 嗯 之前我们看到是海悦和连波 对 哦 换成了孙药枪 换成孙药枪 直接打队前优势了 换成孙药枪就打队前优势了 而且孙药枪又爆发 手电机出来人好秒 他们这阵容如果不补孙药枪的话 爆发有点不够 打的还有阵容是 又要有强制位移 又要有爆发 就换了真香 下足带了个进化 嗯 是吧 就看AG大桥的表现了 在这个赛季 他们这是第二次下足拿出大桥 第一次是获得了胜利 小春的药呢 之前是拿过一次 没有获得胜利 这一次是第二次拿出来 下来看苏莫的项羽也是一样 所以涛博在这个赛季 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在 最发有了一个保护 所以蓝恩拿孙药枪 拿的次数比较多 一共拿过四次 甚至第四次 前面胜利有66% 苏莫这把拿项羽 主要还是为了 跟海悦的一个配合 对 但是木色的海悦 我印象深刻 我印象也有点深 自暴流 是吧 他玩的不是海悦 他玩的是哪吒 但是不管你对面是谁 直接过去把你打野给你废掉 就废你一个打野 这把海悦就是 前期 前中期 碰个照面 就拉走老夫子 拉老夫子就行了 伤害是够的 对 然后项羽卡人出来 没错 但我们今天其实第一场比赛 有看到过这种队局 在苏莫KSG 对着老干天的时候 老干天当时也是海悦 打得苏莫KSG呢也是个老夫子 不过 有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就是在于对抗路上 这个连坡和项羽的不同 对 人家连坡是能卡的出来 然后第三者直接给你击飞 坐不了电梯 但是你项羽你顶过去 你不一定能够把人完全 时间卡死就顶出来 容易找到 你顶到了 但是人没被你推出来的时候就回家了 没错 但重点有一个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快锁内把大乔老夫子赢了 是因为后期老夫子却是肉起来了 对 然后那没什么办法了 然后一个老夫子一个药 然后配合大乔的一个加速效果 你从两边冲过来的时候 你其实是有些处理不了的 对 这局比赛也是一样 AG这个阵容 如果要是拖到周后期老夫子肉起来了 淘宝也挺难受的 而且周瑜可以出梦魇 项羽没那么好回血 项羽 目前还是比赛服的 老版本项羽 依旧没有更新到昨天 同步正式服的那个版本 正式服的版本项羽已经进行了调整 对 他把二技能的基础伤害砍了一半 然后把二技能的一个 专精二技能恢复效果 从基础的一个10%的遗损生命值变成8% 嗯 但有续航中的没续航好 就现在续航确实是太离谱了 有点高 最近我们看到项羽 都是出不死鸟 然后在蛮冷却的情况之下 3秒1个2 对 而且在血越少的时候回的越多嘛 对 所以是按以损生命值来回的 嗯 所以往往看到他残血的时候 不一定真的很好杀 是的 一定要拉扯开再把他杀掉 这把乔夫的选择会换线吗 感觉没什么必要 不换线的话那就是李元芳在下路 正常这把的话就正常打就行了 但李元芳在下路要被树上枪压死啊 前四季 清线就行了 你老夫子换下也是被压 但李元芳在上路打湘羽会稍微舒服一点点 先起节奏的肯定是涛博这里 涛博这里 配合上这个海悦 海悦的四级 海悦四级可以主动 找程度一级穿王会打架的 一级这里大桥四级肯定是要慢一手的 没错 毕竟是个有走位 但中线的争夺上 一级这边在前期还是要长很多 嗯 这边周瑜周瑜加大桥 两把火 两把火加个一 加个一大桥的一层 一下子就没了 然后可以进野区反小野怪 对 上边的阵容已经确定完毕了 今天的第二次我们看到了主动放出大桥来 利用一套打大桥的阵容来对抗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当时老干爹没有成功 那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场比赛 涛博会不会成功 这套海悦打大桥的阵容 目前看到玩的最好的就是 MTG 嗯 也是暮色的前冬甲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三局的比赛 目前是1比1打平 蓝色方成对上位 红色方成对上位 红色方成对上位 我是平子 我是黄超 全军出击 金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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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超 石黄超 金黄超 是有一个换线的 让李源芳舒服了 没错 然后中路的话 大乔帮周瑜 浩博这边是马仕手放中了 对 马仕手放中的话 在中线 清线上是有 可以和周瑜和大乔进行一个对抗的 对 可以换血 而李源芳这里打项羽的话 是很舒服的 真开心啊 项羽想开二上去打他 他一个二角 翻滚走了 这个二斤的红联包弹打到了 可是打周瑜 现在有点打不动 周瑜有回复 直接吹 火扑上去 直接烫残 状态耗得很厉害 长生这种打法是有点凶的 直接扑火一技能贴脸吹 他知道你孙荣香前进伤害不高 而且跟大乔有个配合 对 跟大乔有个配合 大乔一两级的时候伤害也很高的 嗯 卡线了 把兵线卡在自己塔前面 对 好轻一点 因为这一波对面打野 刚好已经刷完了一片野区 要起节奏的时候 他这样卡线的话 自己就很安全 翻线了啊 这双枪去到了上路 想追对线 但这时候周瑜正好是配合李源芳去压上他 小村带的是引力百川 这样打的话 基本上每一波中线都是A技的 但套普还是要等木色到四级 起一波节奏 这个也又拿走了 嗯 你别说木色到四级 感觉这把是下主要先到四级了 哈哈哈哈 大乔先到四啊 对木色是刚清完一波线正好到四 下主也是紧追其后也到达了四级 对 大乔这局比赛一直在 跟着周瑜 两个人又是清线又是拿野区的 找野 这一枪上去 二技能搬滚到脸上 极限坐电梯回去了 要坐下来 李源芳 转线去下 老父子坐电梯上来 大乔坐转线 老父子要被拉 是的 拉进去 老父子现在是没有二技能的 大招捆住 捆住 捆住就打 敲着还可以刷新二技能 继续点 出来之后 有闪现 电梯 转准备好送回去 下足 准备的刚刚好 有老夫子这里绑住人之后 是可以减少被绑的人对自己的伤害 对自己的伤害 美团外卖 整点上 我们送到家 这一个一闪顶上去 一个把王冉斩到 再配合双枪 一枪 点掉了英诺 拿到一血 不过开的好啊 游戏 如果想往前挤 二技能一开 把人压走 咒鱼的虎也扑过来了 但是上路的防御塔退不掉 下路有小春可以保塔 涛博也没办法拔掉AG的下一塔 而且现在四分钟还没到 白红漆 进野区反一个劣质 二技能 拉上去 再回回来 能杀 一波秒掉小春 套博的节奏持续的起 而且都是围绕着孙上枪这边 这也是兰安为什么在发育路 参团率排第一的原因 这波依然是通过闪影花传下来 想打个防守的 防御塔不断消失 弩车出击 对 顺着中路过来 大桥也到了 持续的这么围绕着真相组合 让孙上枪拿人头拿出攻的话 这经济有点收不住了 很舒服的 对 这么打的话 这么打在中期的时候 AG就会扛不住 扛不住 藍安的这个伤害 像顺风局的海悦 和顺风局的苏尔香 基本上打AG这个阵容 就随便打了 没错 剑人就可以开 上局想把人往外顶 大桥有进化 下波 穆瑟都可以考虑拉大桥了 因为他没进化了 也许不是那么好拉 下足站位 所以你不会顶在前面 对 虽然像3400块 这经济起的有点高啊 而且 蓝在对位到要的时候 经济已经快领先1000了 远到 西托登 21A 带来一个霸王斩 Eno没死 赶紧坐舰梯 跑掉下落 但最终还是倒了 这是什么伤害 项羽的伤害 我知道 是项羽打到最后一下吗 我感觉是这个龙啊 龙啊 落地的时候被龙的伤害给打死了 龙猴死了 但这波 大条被拉斗 直接死 嗯 飞下去的时候 刚好他们在开龙嘛 对 看着好像是被龙震死 对 他想飞下去 来看一下这波 来看一下 嗯 二技能 然后闪现 队长枪过来扶了一波 然后笑语霸王斩 大弹 伤害全都给完了 然后落地 龙在 被龙吼死了 哎呀 哎呀 戏剧啊 今天A技主场 超级兵和龙 有点不给力啊 之前我们都一直说 主场的龙和兵都特别猛 太尔以背绑有复活 吃一套 把自己捞起来 套博又是一个非常顺风的开局 跟上一把一样 顺风的点不一样 顺的是个孙让香和海悦 嗯 顾星也肥啊 顾星这把五千二刷得非常的开心 这把他收割就行 嗯 这把其实就是海悦拉人进去的时候 他在边找好位置等着 你谁想过来救 跟苏莫打个配合 两面一夹 全部杀光 没错 而这把对孙让香的保护的 这套阵容做的也很好 有太义阵人 有项羽 有海悦都能走 一眼来他要被拉走 一眼来 穆斯 还剩一点血 进去之后 老夫子追着 一眼拉出去 但是个二眼盾太厚了 进去之后似乎有点难杀呀 老夫子没有打出被动了 就没有真伤 出来之后一个闪现撤出去 双方点到为止 周瑜这个火铺的挺到位了 嗯 让套坡的人不敢过来 让进篮 但爸爸还有8秒刷 老夫子打招 还没好 嗯 好了 刚好 而且这波是有闪有大的 想在中路打架 中路就掩护周瑜清克线 然后快速转边 还是要往边路打 对 假装去下了 又留在了中路 但是长生没走 还是要帮忙保一下蓝区 这波如果转下的话蓝区就有可能会被禁 把火送出去清个草丛 草里的人全部散开 视野也暴露了 这时候依安过来 把草丛视野拿下 配合周瑜把中间送出去 超魔下路可以推个一塔 上半途的河道 AG也已经掌控 可以把上路的外塔给推掉了 双方打了个镜像 这波得走了 这波上一塔是不能守的 AG是四个人包了过去 把小圈传回来 大招想推 闪现躲推 库星这把蓝打的主动了很多 下一波的话 木色可以考虑直接把长生给拉走 闪现上正好木色会好得快一些 拉长生进去 木色随便打的 凯月子又来了 哇 顾星很主动 今天 这一把 这一把 上把应该是被叮嘱了 对 被老黑叮嘱了一下 这有经济优势的时候 一定要打的主动一些 对 这把他同样有着很高的经济优势 7600 对位领先1000 中路 这波抢完中之后 套博主动进到红区 但是红buff已经打完了 他就回头开条龙 这个龙马是打不完了吧 顿龙非暗了 一秒 够了 中路的这个防御塔 已经被AG磨到残血了 所以套博对于中线 每一波都很敏感 老夫子上来探视 海游是可以直接拉走的 那看看能不能守这个门 目前的蓝已经先准备好了 你把火跟一个盘子 把人逼走了 选择打路后面的 想进去 但是旅元芳有二 所以没打 海游的复活也给了项羽 目前看下来 想守这个门是挺难的 是的 因为有周鱼放火 还有旅元芳丢个盘子 套博如果想进来 那就套着火和盘子 会吃掉很多伤害 哎 十分钟刚到 小春已经在动成条龙了 由旅元芳协助打得非常快 十四秒 拿到了第一条 暗影包军 尔塔 再磨两下也可以拿掉了 AG现在在拖 把前排装备拖起来 把旅元芳装备也拖起来 再打 他现在这个时间点跟套博打的话 他单前排阵容 只要被木色拉进去 就完全没法玩了 套博现在要 感觉要想想办法 因为两波下来 好像把人先拉进去之后 队友是守不住的 没错 老子又来了 冰色很明显 不敢直接去拉一样了 二技能 拉大 再来个一技能 拉到 这一波拉走 而且这电梯放得有点早 看看这个门能不能守得住 而在旁边的药 看到了蓝 龙给了一个拍 帮忙先开了一波故事 开支人又上去 孙上枪给了一波爆发 点了一下长生 再回头反打 老夫子依旧是没有阵亡 给个电梯送回去 回个鞋再传下来 当时隔了一堵墙 大乔正好在墙的另一面 套博并没能把大乔给赶走 再选择开 不打 伤害不够啊 孙上枪还没有破晓 套博很难受啊 套博这么打的话 但他有第二手 嗯 就是数据 数据告诉我们 25分钟之后 套博的胜率是百分百 他可以 确实 可以拖一下 上一局已经看过过这个威力了 来 继续拉老夫子 看这波能不能把大乔先赶走 把大乔逼走 蓝运在旁边已经给了危险 大乔上来放电梯了 已经放下去了 项羽这个没有顶好 没有顶到被李源芳 已经给躲掉了 时间没卡好 老夫子最终是交了一个闪现 自己往后走了 是的 但苏莫这一波也没了闪嘛 苏莫想去卡人的时候被打残了 嗯 而且这局比赛 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有项羽有太乙在 所以耶安就算是绑到了后排 可能ag都不是很好跟 对 项羽容易拆 而且太乙也可以给一个复活 现在KPL基本上都是拿太乙这人配一个前排 去硬吃老夫子一个绑 然后吃一套集火 我复活可以站起来 没错 跟大乔的效果是一样的 把你运回家传过来 对两套这种就是各有各的打法 嗯 现在就是老夫子往前顶视野 先打一套 穆瑟可以把老夫子拉走 逃离 遣到 打一波 先把视野往前挤 展现过去想哪里圆方 没拿到被老夫子绑了 捆到了 我信拉一个老夫子 对看能不能转一下这个大桥 再来二技能翻滚走 四环炸了一下顾星 顾星被炸残了 长生赶紧过来跟火把人吹走 伊安又没倒 守门的人都被赶走了呀 嗯 穆瑟这几拉 都没有能够对伊安造成击杀 他前期一直都在打老夫子 对 他前面如果杀不了老夫子的话 后面就更难杀了 这个长生和伊诺还是挺 另一场套拨头疼的 嗯 一个盘子还有一片火 好 再转下 可以下落二塔 穆瑟一个人也守不了 蓝的破晓还没做出来 最压死了 A技也不急 他就这么跟你玩 大桥体系后期运 运兵箭是非常厉害的 老夫子就在前面站着 你过来想开 我就绑你 绑完之后自己开个二技能 保住队友把龙拿完 冰城被打出了一个复活 而蓝眼找不到机会进场 再出来之后 再被周瑜一个吹 加上火的伤害收下 这么就难受了 这把周瑜控场控的太明白了 嗯 哎 这把周瑜伤害 全部打到伊诺身上 看来把伊诺名称了 冷不丁的一下 嗯 这就是不明AOE 周瑜伤害啊 项羽这英雄他不像连坡啊 连坡是战役满了之后 还不讲理的 英语哦 我直接开大招 我开大招第三下 把你砸起来 让你进不去 但我项羽我先走过去 走过去找位置 找好位置之后 不让你大桥放电梯 对 把大桥给顶走 只有大桥时间放的差了 超波太有机会 嗯 早了或晚了 在红区 一边在蓝区 各站半途 这波伊安往前挤 但先吃力波爆发 被打残了 但这个捆捆到了太乙 太乙先被打这个复活 这波 送了老伯子回去 终于再复活 往前挤 来到位置 先被火烫到了半血 老伯子又一个拽 拽到了木色 木色将出闪现 他在旁边的算伤 已经被药给切死了 又是一个来 又拉到了木色 疫情的标题再加上去 直接炸 炸掉了海悦 海悦倒了之后 中路和上路都有兵线 要直接连拔两高 而在 浩博这边 还有三个人活着 看能不能守住 面对一阶的五个人 来一口 一口没有咬到 直接咬到了一个炮车 再回去说还要找伊诺 但是又被老伯子给转了一下 来这波 没办法秀啊 又被伊诺一个闪现 躲到了高地 隔了一堵墙 中路并且进去了 伊诺这波有二指的 又躲开 再秀顾星 顾星实在没办法 最终 冰城被伊诺给点掉之后 蓝带出来 被伊诺给抵达拿到的双杀 一波团面套帽 让我们恭喜 成都A技超完会 最后伊诺在捉迷藏 三朵顾星 对 三朵顾星 让顾星的这个小鲨鱼啊 乱窜 就是抓不到伊诺 太灵活了 二技能加闪现 最终是一个多打少 五打三 一波掉了 中路的兵线 没办法拦住 A技拿下这局之后 目前是2比1 率先进入到了赛点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集 听一下评论集的分担分析 A技先拿赛点 这一局的话 我们也是看到 A技选出了一个 乔夫组合 射手位置 选择到的是一个老夫子 因为我们上一场比赛 看到的输手 当时搭配的是一个敌人杰嘛 对 没有那么适配 这一局的旅人方量 我觉得如何呢 挺好的 就是大乔 就是要达这种 自己能导出助换镜的时候 对 然后包括刚刚其实 而且包括旅人方 而且那有一个位移嘛 然后他也能够去 躲掉对面的这个蓝 对 其实顾星的蓝 在这一把解说时有讲到嘛 这一把他相较于上一把的工本 其实已经明显在去找节奏了 但感觉他跟海悦的一个 沟通情况上来讲的话 配合上会有一点点问题 中期的时候 其实有优势的 然后感觉就是 但是淘宝那个压子里不够 是的 就当时其实看到海悦 把老夫子拉进 换进的同时 当时蓝把大招也给到了老夫子 不过大招没给到李远芳 也让李远芳跑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玩海悦 还有玩这个 就是要不断地把大招给到老夫子 其实我说实话 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的理解是 你不去开他 他也会想办法来开你 因为我 我玩老夫子的时候 我玩老夫子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我怎么样可以精准地 开到对面的C位 然后保证自己不死 那你就等着他过来开你就好了 然后你再去把他的某个专 就是关键的人给吸进去 比如说周瑜啊 药啊 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去管老夫子 橘子的关键可能是在于说 不要说出了海域就去吸老夫子 然后你觉得就是他可能太死板了 你觉得应该更灵活一点 他觉得可能是 老夫子是他们唯一的前排 我把这个唯一的前排关进去之后 我的射手 我的就是能更好的去打输出 对 其实不是这样 他选出来就是作为前排 没错 但是我可以把你这个海游大招 关键技能给吃了 甚至你难度要交大招来冲我 最后我还能全方位的退掉 就是我还能去圈里 我还是能打个运会 对 就相当于六打四 海游大招就没有 对不对 我还能 就相当于你的技能我都吃了 我还能回来再打一波 对 你觉得可能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阶段总结出来 当时就是说海游去打 对面一个单前排的阵容 就把前排调走 而且第一阶段在刚开始 去使用到这个体系的时候的话 效果还不错 对 是 但是可能现在大家都摸熟了 这种打法之后 你就不得不去改变了 因为没有人会一直这样输下去 没有人会一直一成不变 像套伯这把 他其实前中期他 拉老夫子其实也还行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老夫子出来的时候 大家已经明显放那个圈了 没有后续的人去把老夫子推出来 对 让他进到那个圈 然后老夫子一直就没有死 那老夫子一直那样发育下去 海悦的经济这把河又多 他不可能吃到很多钱 对吧 所以说他老夫子只会越来越硬 对 要不你就把大桥逼走 不要让他给老夫子放到这个圈 要不蓝就配合项羽一起把他后排全突了 对 蓝中期那个经济他是够的 要打就是我把老夫子换进去 你们所有人往里面冲 对 你其他人给我把他们冲烂 是的 这局是16分14秒 对于A级来说的话 这把还是尽可能的 在15分钟左右去把比赛终结了 本局的NVP是给到了成都A级上会的 游走位选手夏竹大桥 几个圈放的都挺齐实的 他每个圈都把老夫子给救到了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讲的第一阶段 传统于像这种海悦去拉单前排的这种阵容 他其实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今后我们刚刚讲到的后续 你无论是去把大桥逼走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后续的步骤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你只做了这个第一步 那你也是起不出这个阵容应该打出的效果 相当于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输出位 你作为中单 然后你换掉了老夫子 你们俩都进去了 对 但是你出来其实说实话 就简单了 你们俩出来老夫子肯定比你海悦有用 对 因为你是没有钱的 老夫子至少还是出了肉档 而且你没大了 对的 而且老夫子有大桥的情况下 我回家补完状态 我回来一样 再打个来回 然后你海悦是没有用掉的 是没有用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确实涛博的阵容阅读理解能力 你还需要去进一步的加强 就每个人感觉还要再多想几步 对 那如果这样选海悦 我觉得还是没有稀释好 我感觉海悦 大家觉得打大桥 打大桥老夫子好 我觉得像个陷阱一样 对 就如果说被老夫子这一方去破解了 那么海悦看起来就会像一个陷阱 是因为队友这边 没有整体去让海悦的这个大招产生致命的效果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一局 对于AG来说是拿到赛点了嘛 然后他们的这个阵容 我们刚刚在下面也在聊 一个李延芳 一个老夫子 一个药 其实都是在15分钟左右最强势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是在16分钟 会打中期 对的 对于涛博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其实往后拖他们阵容也挺好打的 对 往后拖也很好打 但是前送期不是出优势了嘛 其实前送期场面上有很大优势的 其实他们可以适当地去提速 对 我们其实在第二局的时候就有聊到了 涛博他节奏偏慢 他没有办法去提速的这个问题 在这一局他前期优势还挺大的 结果依然没有去提速 感觉他中后期迎面大 感觉有这个道理的 就是感觉这个队伍他现在就是面临着问题 就是中期啊智力很差 以至于现在他们前期拿的优势都不知道怎么玩 就是在野河 在野河的发力点的时候 没有说去做很多事情 可能是队伍的原因 或者是跟队友去沟通 要队友怎么配合 这些东西都需要沟通的 这也要打出来 这点太球稳了 就是现在感觉对于他们来说 因为打大脚底系 其实靠的不是说射手 靠的是很大一部分靠的是打野 在打野 因为打大脚那个阵容就是中期挺弱的 他是越打越好打 我们都知道 大家老不知他越都越好打 但是中期的话他是很脆弱的 但是他们没有去对对面 就是因为涛伯他其实前中期有优势 而且野河 野河基本上就是中期在巴黎 对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涛伯如果说想要在下一局去赢下比赛的话 真的是要把这个节奏起得更快一点 因为AZ我觉得他现在已经逐渐的明白了你涛伯的风格 包括他们肯定赛前有去做一些数据上的储备 包括资料的准备 也会发现涛伯 因为这个赛季最长的一场比赛就是涛伯跟DYG 当时在开赛的时候去打的那场比赛打了33分钟多 所以其实对于涛伯来说 他就是一直比较喜欢拖后期的队伍 所以如果说一旦他们今天的队伯也提发现了这一点 他不给你拖到后期的机会 那涛伯又该怎么办呢 而且涛伯今天像刚才那把选择面对大桥的阵重 其实也是想把就是我想往中后期去的 对 双翔翔 包括项羽这个版本 项羽虽然说中期可以巴黎 但是项羽也是一个越打越猛的英雄 对的 而且到了顺双翔翔 到了大后期的话 是可以接管比赛的 对 就蓝鞍这名射手的话 就他一直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稳定 能够成为团队去兜体的那个存在 然后包括他自己在采访时也说到 他希望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其实现在对于涛伯来说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要去突破自己的上限 让自己的一个节奏能够更快地成型 更快地起来 是不是考虑说下一局 让比如说苏默去玩个斩鞍 又或者是他拿到那些阵容的时候 中后期他要想办法 虽然说我中期不能打那么强的压制力 可以 但是我要想办法把中期度过去 对 我要想办法让我自己拖到后期 是 因为我印象当中 前面几场 涛伯节奏最好的一局 我觉得就是苏默玩关羽的那一局 对 他那个关羽 他能够出来带节奏 对的 我也觉得 其实我也想看一把 苏默其实他自己的属性 我觉得是 就是适合的 对对 是的 让我们共同期待双方下一局的对决 把时间交给解说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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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